世界排名第二的西班牙蛮牛 Rafael拿到瞎着挑战生涯 第21座大满贯的气势 在奥王一路过关斩将 八强赛遭遇年仅22岁的 希腊好手Stefanos Tsitsipas 要抢下四强最后一张门票 一开赛拿到势如破竹 轻松练下两盘 甚至在第三盘一度有机会结束比赛 眼看蛮牛就要顺利晋级 战局却突然风云变色 被逼到悬崖边的Sitsipas 在第三盘成文宝珠发球局 逼出强气后成功续命 随后气势完全逆转 Sitsipas越打越稳 全场送出49G制身球 与17TX球将比赛拖入决胜第五盘 最后Sitsipas成功上演让和追三的大逆转 这也是拿到生涯第二次在大满贯 先赢两盘再输掉比赛 再来关注女单四强战 众所瞩目的大阪直美 对上Serena Williams 象征两个世代的对决 一开始小微率先破发 取得2比0领先 不过大阪直美面对偶像也没有再可气的了 随即连宝带破连下5局后 顺利拿下首盘 来到第二盘年轻气盛的Osaka 乘胜追击 尽管一度被追到4比4平手 不过在关键的第九局 大阪直美靠着重炮发球 与强力的底线回击 连拿8分锁定胜局 以6比3 6比4 直落2挺进决赛 而决赛要对上世界排名第24 本届赛会的大黑马Jennifer Brady 女单四强高一个段落后 紧接着一连两天的奥网男单四强赛 同样精彩 记得持续缩电博斯运动一台 奥网全台独家转播